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成長的秘密 進化之鑰匙 基本上這關卡設計就是來給迪士尼那個解放用的 解放 好吧 不能算解放應該是進化 因為如果你有解放素材的 的一些卡片基本上 像旅人號角之類是不行的 那我們現在來為大家示範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這個一個不成隊伍的隊伍 因為他只能放一個成員 這個基本上六水 六木 六火 所以你只要看到任何一顆六顆出現的時候就可以做一個攻擊 OK 基本上看起來難 是不難 但是說簡單也不簡單 六水出現了 六火出現 六水六火 我們先來個火的好了 我是分開打 分開打 分開打比較妥當 木也有了 木也有 還是我一樣還是分開打 為什麼分開 為什麼 沒有人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沒關係 很簡單 木木木地 我們的木地 除CD 我搭配了一個這個安多 他CD很快就擠滿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 滿升華的 再爭取個一回合好了 這個補血什麼的就無視之吧 就是不需要補血 不需要補血 六顆記得六顆 123 456 這個我們按住記得消 OK 跳起來 非常好 至於為什麼不選打擊 因為尾王的部分是 大於等於 6combo盾 所以我們才會選這一隻 無視減傷和抑制技能 所以他已經 設計好要讓你 不能用大勝來這一關模 那 CD3 好 先綠一波看看 好先綠個豬這樣 當然先打這一隻是一定的 這兩隻下去就是必死無疑 因為我們安多CD很短 所以我建議 開機送一隻 開機送一隻 不要做全體就好 這樣才只有7combo而已喔 可以看到嗎 只有7combo 所以 尾王的話這樣會GG喔 看一下我們被打多舒服 2000多 OK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選的是短CD的隊伍 不是很短的隊伍 是CD很短 CD很短的隊伍 尤其伊斯瑪 伊斯瑪本正回復力高 所以我可以再處CD沒有問題 請殺紀錄 請 aud會 是的 記得喔 我選這隻是有我的用意的喔 会不会是否一波带走呢 没有非常好 攻击力到抓得非常的刚好 当然有时候运气不好 你不小心天降我也没办法控制 再一回合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一回合我是可以把它送走了 那就送走吧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 你无声黑白 大于等于巴西盾 就是要留意我们现在就做再用这一回合做一个小小的这个算是叠珠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靠我们的安多 手转手转怎么样 8combo没错来吧 可以看到我用电脑转的哦 我是用电脑转的哦 有没有看到 123456789 我们来到了14combo 非常漂亮的一个14combo 这是安多的一个好处哦 细地短 又可以做出高combo 主要是对付尾王 技术如果没有很纯熟的人可以使用这个方式 以上是这个进化之钥匙 好用了五四把钥匙去做了一个进化的钥匙 好直接 我们得到了一个进化的一丝码 好以上谢谢大家的观赏 拜拜